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7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的防疫政策最新的輿論發展 近期大家知道有七人籃球賽 國際投資峰會 兩大活動都完成了 近日有一個輿論在網上發酵中 說七人籃球賽幾萬人都不用戴口罩 外面的防疫措施是否可以進一步大力放寬 之前許樹昌也提過賽事過後 活動過後應該要大力放寬 另邊商有議員提到防疫規例來自緊急法 看到市面警方有多緊急 是否應該進一步放寬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另邊商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抗進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抗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最新報道 是否放寬防疫的士金石 7人籃球賽三天的觀眾隨著飲食狂歡 專家估計難以撤走口罩令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國際7人籃球賽日前圓滿落幕 澳洲最終贏得銀杯賽錦標 賽事另一個焦點就是被視為嘉年華的香港7人籃球賽 能否成為本港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契機 一連三天的七攬賽事 盡見觀眾飲飲食食 狂歡期間沒有戴口罩的畫面 牆內近乎零防疫 有呼吸系統科專家醫生相信 七攬賽事不會對本港疫情造成影響 但強調口罩令仍然要維持 不能將三天幾萬人的做法放諸在750萬人的社會之上 否則會帶來很大的風險 話說廣別 香港三年的七攬再次在香港大球場上演 三天合計6萬5千人次入場 在入境零加三的限制下 海外遊客觀眾雖然減少 但仍然無損在場觀眾氣氛 會當支持隊伍得分就紛紛歡呼 甚至站起來舉高雙手支持 政府在賽前兩星期批准觀眾場內飲食期間不用戴口罩 但現場所見 大部分都好像回到疫情之前 放下口罩以真面目盡情喝彩 未見有人員嚴厲執法阻止 連日來亦有多位官員入場觀賽 另外 部分官員亦都在社交平台分享 除低口罩觀賽 或與觀眾聊天的開心照片 相片所見 大部分官員手持飲品或附近放置飲品 其中陳國基在社交網站指 港府會繼續審視疫情最新發展 在適當時間繼續放寬各項防疫及檢疫措施 並歡迎各項國際城市重新在香港舉辦 令市民早日恢復正常生活感化 話說社會有聲音認為七攬結束後 如何對本地疫情沒有造成大影響或大爆發 而社交距離措施是否可以進一步放寬呢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向AM730分析 指賽事每日只有兩三萬觀眾 市面亦沒有因為單一活動而出現幾百萬市民一同狂歡的情況 所以本身都不預期賽事會對疫情造成影響 他就說 社區會日都有大量人群進行社交活動 會日的觀眾相比之下只佔少數 在本港會日仍然錄得幾千宗新冠肺炎個案的前提之下 即使有傳播 都不會令到數字有很大幫覆 就說和清零過後有活動是兩碼子的事 被問到有哪些措施可以放寬的時候 梁子超就直言 首要當然是入境安排零加零 無需強制檢疫和受到皇馬的限制 認為旅客訪港感受將會截然不同 不過他強調冬季期間絕不能取消口罩令 甚至應該要成為較後解除的防疫措施 他解釋過去幾年市民因為長時間配戴口罩 而控制到流感 避病毒等等 而現在撤銷那個口罩令的美國 今年已提前出現相關病例 因此本港仍然需要具備多重保護作用的口罩 從源頭是預防流感大流行 對於大部分觀眾未有妥善或沒有配戴口罩 梁子超指觀眾大多 屬於一般成年人或年輕人 前後只是三天的活動 所涉及的只是少數人 社會不能將三天見到的事 放諸在750萬人的環境 重新社區有很大量的長者和兒童 例如全面放寬將會造成很大風險 以上來自AM730的折禄報道 專家認為首先第一口罩令暫時不能解除 問各位意見 若然香港做零家寧取消安心出行 取消疫苗通行證 但先戴口罩 相信大家的意見都會覺得可以接受 但眼前首先要取消安心出行 零家寧 令B商也相影成趣 因為外面在嚴守防疫規例 但三天的七人國際籃球賽中 又不用戴口罩 又喝東西 又狂歡 很多高官都將相關照片上載上社交網站 導致網絡的討論是 既時如此是否要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看 這段時間文情很重要 劉過言一起給予意見 另一則相關報導 根據AM730的報導 港府年初用緊急法是立防疫的例 江玉歡議員說容許舉行七人籃球賽 容許觀眾歡欣叫囂 這個已經並非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緊急情況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港府今年2月在新型肺炎疫情不受控之際 根據俗稱緊急法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為多項防疫抗疫措施提供法律基礎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指 如果情況一旦不緊急就應該要解除防疫措施 又認為當本港容許舉行七人籃球賽 容許觀眾歡欣叫囂喜舞 就說這個已經並非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緊急情況 江議員在日前在社交網站站民表示 港府在2020年1月新型肺炎爆發初期 提到政府制定措施時需要考慮病情的嚴重性 疫情走勢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等等 他指出文件雖然並非將緊急情況定義 但亦都是為了疫情而制定的措施 據參考價值 他就說有關文件的末段提到 據監視性的措施必須限於必須情況下才使用 而所有行動和措施應該要定時審視 防疫策略也應該不時調整以確保醫療資源得以善用 疫情快到了第四年 江玉歡疑惑目前究竟是否仍然在緊急狀態 又說基於緊急條例而制定的防疫措施 在情況下不緊急的時間就應該要解除 七人籃球賽中幾萬人可以不用戴口罩 歡迎叫囂 在這個情況下香港究竟是否緊急狀態就問各位網友意見最清楚 既礦仔說若然想經濟復甦 麻煩你 取消零加零 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證 口罩令可以遲一點 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 既然如此是否應該要盡快有一個路線圖給大家參觀一下 另邊相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一則奇怪的車鏡片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迪士尼奇亦向駛入西岁出口 同城巴仍面自炒掃蘭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西岁發生一宗尼奇的自炒車禍 日前警方接報一架的士沿西區海底隧道 剛落到西出口行駛期間 69歲聖業的男司機報稱車輪出隧道後 失控連打八甲鑽 數位一列大約5至10米長的鐵欄後才停下 案件列交通意外沒有人受傷處理 有網民看過有關的片段 邵然是否香港腳發作 亦有人問師傅你去哪裡 亦有人問為何看不開 另外亦有網友批評的士司機的駕駛態度有問題 大家看到相關報道有相關片段 駕駛車突然迎面而來有的士亦向駕駛 這的士自炒撞蘭掃倒 5至10米長左右才停下 幸好無人受傷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